你們以後想要我當什麼 他們就說媽你爽了你就好 就是要做自己的興趣 最重要是自己要快樂 那但是他們就說那如果硬要講的話 我爸說那我去當音樂人 就是那種在那個流行歌啊做配樂的或什麼的 他覺得那個很酷 然後我媽說我要去當主播 可是我這樣講話不再行當主播 然後那我自己我是覺得 我其實不想當什麼 我真的很想跟少奶奶 然後就不用工作這樣最好 就是如果沒有人要娶我的話 我就可能我就是真的像我爸說那樣去當音樂人 然後我很喜歡科學 可是我頭腦不太夠好 那如果要當科學的話還要再就是加強腦袋 然後那個帶四人格測驗 我覺得他測的不太準 因為他說我是領導型的 可是我是很討厭管別人 所以就是我沒有把那個考慮在裡面 那就大概是這樣謝謝 謝謝